傳譯有飛機嗎? 有!飛機飛得到嗎? 可以! 從哪裡坐? 從台北嗎?松山嗎? 松山有飛嗎? 台東吧! 台東嗎? 大家好我是郭昂哥 因為約帥的樂團呢 最近我們得到了金曲獎的題名 喔喔耶! 傳譯金曲獎 我們22年來 我們每一張專輯都有投 終於在 我們比國父還要厲害 國父只有革命10次而已 我們革命了22次 終於在第22次的時候 得到了金曲獎的題名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就是 有不放棄 之前我們有很多的翻譯歌 所以是不行的 所以其實是這兩年 我們開始 純創作 對 然後在我們第二張 全創作 原創的專輯當中 我們就被題名了 終於被題名了 前面的20年都是浪費 不要這樣嘛 我們是累積經驗 前面的20年呢 我們一直在唱別人的歌 在醞釀 創作的 精釀 能量 你喝太多酒了嗎 沒有 精釀 把最精華的呢 挑出來之後 所以我們才能夠寫出我們的創作 啊你不懂啦 那我們現在所寫出來的歌呢 其實你也會發現說 其實跟很多華語的 信派讚美的歌其實也不太一樣 那因為 當然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做的是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為了下一個世代 所創作出來的一些詩歌 不得也許是第一張 所以我願祥福第二張 所以我願祥福被那個 評名了 因為是咖啡貓寄簡訊給我的 我就寄一個團員 因為其實我們 我應該算第一個字 因為我們其實都沒有在follow那些 因為我們已經放棄 我們的心已經死了 我們心已經死了 22年了 夠了 咖啡貓簡訊給我說我們中了 我還想說看一下說 欸真的耶 他以為是一個詐騙的信件 就是被聽見了啦 我覺得我們的聲音被聽見了 所以很開心 那我們講一個很官方 官方的說法 就是 提名就是個肯定 但我們是我們 跟另外一個天主教的 對 人家得獎 我們也要為人家高興 是是是 但是我們就是 Style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就很吵 我們很年輕的 那他們應該是比較classical的 就風格不同 其實蠻難比的耶 對 不是不要比較 但我覺得就是 有提名就是很 非常能感謝神 主打歌就是我願祥福嘛 那就是我跟你嘛 他就是我們會寫歌詞 基本上歌詞百分之五分之四 都是他寫的 對啊 我就是幫忙他們填詞 那天平啊 最佳作詞人 讀讀讀讀讀講讀講讀講的事 周迅光 好像那個傳譯的那個金曲獎 沒有這個 我幫你自己頒一個 沒有這個 幫我投稿 我們真的去那個 去公那個金曲獎 我們要金曲獎 我們去走紅毯 我喜歡 我喜歡聖林來風 前面沒有那個聖的時候 就是林來風 很有動感 很喜樂的一首歌 大家如果有follow 我們的原創 都會發現有一個 風口原名風味的歌曲 這張詞曲當中呢 不免俗的 有一首歌叫做 野山豬 沒有 哎呀我呀我呀 就是這首歌 我覺得很喜歡 對 你的呼喚 我們已經是台灣 日本走偷偷寫歌了 現在不能出國 所以我們下一次去蘭域 你看 蘭域 蘭域不錯 我們要去蘭域寫歌 除非要坐飛機 那個船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 蘭域的朋友留言一下 我們想要去蘭域寫歌 蘭域有飛機嗎 有 飛機飛得到嗎 可以 從哪裡坐 通台北嗎 松山嗎 松山有飛嗎 台東吧 台東 台東 對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走透透 走透透 自己的島嶼要走透透 沒關係 那去那個啊 蘭域我們來了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不去澎湖 澎湖 澎湖松山就可以坐了 不行 我們有達悟族的同胞們 我們來了 澎湖沒有人住民嗎 目前 我們應該沒有聽說過 真的蠻感謝神的 接下來我們會訪問一些其他的電視團 因為也有製作人 我們要問他們啊 他們真的努力了這麼久了 終於被肯定 也是一個 是 很特別的事情 好 我來問一下好了 來 周牧師師母進來一下 他們不知道這些事情 他們知道 那個約書雅月傳今年終於被停金曲獎的事情 你們有沒有一些什麼樣子的感受 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講嗎 現在講已經在拍了 對啊 感謝祖 約書雅 真的 沒想到 想不到吧 進入金曲獎 因為本來想說 就20年前是吧 22年前 22年前 這是第22張專輯 本來想說 第一次錢丟下去 沉下去就算了吧 但是沒想到22年 不但是浮出來 而且 進入金曲獎 好 我從開始 就看好 金主 借錢給他 我就非常有盼望 知道這個錢絕對不會虧了 約書雅之母 其他的可能都會虧 但是投資在 神國敬拜讚美的 應該就比較不會虧了 年輕人需要我們這一代的人鼓勵 他們就會越來越好 青出以來 勝以來 第一代的 所有主任牧師 OK 投資在下一代的上面 好不好 就下一個約書雅 或者下一個佳樂就出來了 好不好 我還記得半年前 我們在討論 就是我們到底還要不要報呢 因為每次報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 我們的音樂就是卡在 類似宗教 然後又類似流行 然後好像兩邊都不討好 然後我們最後還是 沒有啊 一定要報的 對 不管怎麼樣 可能大家都沒有錢做穿件的時候 我們總是會中 因為敬拜讚美這個東西 不管今天有得獎沒有得獎 我們都要繼續做下去 是 然後就真的很想做我們自己 台灣聲音的創作 那這個時候 我們入圍金曲就有種感覺 就是台灣感覺 你回來接納我 回來擁抱我們 哇塞的 你好會講喔 他這種feel就是 今天不是句點王耶 哇塞的 這一塊土地有認出這個聲音 是屬於他的 對 很開心 我接一下 剛剛不是這樣說 他說一點感覺都滿好 剛剛不是這樣說 現在沒有那個 你都不換 哦 對不對 對 為什麼呢 因為 就像我們一起寫 打歌子寫到 我喜歡我願想 就是想不在整個大自然裡面的感覺 寂寞在深海中 寂靜之間 澄清你海裡 有歌子寫得非常好 真的嗎 我也沒有 會 說是誰寫的 歌時我寫的 插鞋 餐長 餐長把握一下 嗯就是覺得說 哦好 我知道 就是我覺得 其實樂場是一個很久的 敬拜樂場 嗯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加入 那他是每個努力的成果 但是我也會記得 早期的時候 來到樂場的時候 就是很多的 還原是一路耕耘到現在 前緣的耕耘 然後 才可以 對 才可以 相當的官方 所以我們現在一一唱零 所有曾經加入過的 就是這樣子 這節目就三個小時 最喜歡哪一首 對啊 要記得啊 這個問題 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 我願祥福裡面有什麼 這個問題就是 真的嗎 我願祥福 裡面的哪一首 千萬不要講我願祥福 因為很多人都不記得裡面的什麼歌 所以就講我願祥福 那我第一唱的愛照在於 最喜歡哪一首歌 我是在街場的 柔美惠吼最喜歡哪一首歌 柔美惠吼 還滿喜歡你 他要忘我張全 不是 也不是說我 編曲啊 但是 恩希也是有 但是就是我還滿喜歡氣中的歌 什麼 萌恩什麼 那叫什麼 我萌就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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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首歌很特別喔 你配唱的是有七仙女一起唱的 七個童女 七個童女 我們特別 我們從 我們從聖經的意涵裡面 特別從團圓裡面 聖經的是童頂 是沒有結婚的 童頂 我們特別 自己能播嗎 對 特別甄選了七個近似童女的 一起來 來 唱這首 沒有啦 沒有 童頂 童頂 這麼老的童頂 這張專輯 我萌就鼠 我萌就鼠 對 因為我覺得你花很多心思在那裡面 對 對 花七倍的時間 真的 這首歌真的 這首歌我跟你講 真的真的 真的 CD比現場好聽 對 主耶穌 我夢就輸 你的喜樂 是我力量 怎麼這樣 他們是沒有機會唱現場 我們一直很想把七個童女 往開前 對 這七個童女很難受得到 很難受 很難受到 一直要把他們通告 對 把他們通告很不容易 這首歌算是 詩歌裡面 一個很新的嘗試 對 我一開始在試著配上這首歌 我就是想要 因為你知道我們常見 SHE的感覺 不是韓團 韓國的女團 韓國的女團 因為我覺得 不是 可不可以用韓團的方式 然後把詩歌用這樣的方式 很活潑熱鬧的呈現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在做很多新的嘗試 想要讓詩歌的樣貌更豐富 對 邦邦啊 詩逸他們真的花很多時間 還有詩 花很多時間在這個配唱的這個部分 有很多的巧思在裡面 老吉的 淑莉來一下 淑莉 我看一下有什麼歌 你看一下有什麼歌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我們的三姊 OK 3 淑莉姊 然後來到門桌 淑莉姊真的就是 真的從第一張專輯就參與了 跟我一樣 從第一張專輯就參與 我們兩個是最老的 其實每一首歌都是她剪的 每個古典都是她剪的 大家可以聽到這樣子完美的音樂 其實約最好約它一點都不完美 就是用剪出來的 沒有 看我們現場 我們沒有剪 我們沒有剪 錄影的都是一刀未剪 一刀未剪 因為都是放program 沒有 終於 我終於 等到了 我覺得應該要讓你去走那個紅毯 你無限 你無限 哇 相當冷的那首歌 真的嗎 你無限 我很喜歡 我覺得那個歌詞寫的真的超棒 他從創天創 人創天地 然後就寫到 我覺得他這個歌詞寫的很棒 這首歌有做阿克希的版本 是我做的 是你做的 對 全世界 來向我 賢明你愛我 你永遠愛我 這我特別有感觸 對 那這首歌我們應該要多唱 唱過幾次 但是沒有唱 Oh no 每次我講這種 不知道怎麼接話的話 謝謝 謝謝大家 OK 真的很感恩 就是 就是 好 Yushua的專輯之母 好不好 The mother of Joshua Alvin